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3号星期五 昨天星期四是感恩节 因为昨天在做会员网站上的节目 所以就把感恩节的祝福挪到今天来 希望大家不会见怪 希望不会太迟 北美的感恩节 美国和加拿大还不一样 美国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加拿大是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是打折日 那么希望在美国的朋友们 去雪拼能够满载而归 另外向大家报告一下 在感恩节的前夕 文昭谈古论经这个YouTube频道的播放次数 超过了一亿次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录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查到的数字是一亿零八十一万 也是需要借感恩节这个机会呢 向朋友们表达感激 感谢大家这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我记得在2017年初的时候 大陆的自媒体人高晓松曾经说过 他的全部视频播放 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15亿次 平均每个中国人都看了一次 那我离那个目标还很远 在油管上积累一亿次播放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照这个进度要达到15亿次 那得十年以后了 但是如果中国的互联网没有封锁的话 我想这个时间会短得多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那说今天的话题 G20峰会啊 下个星期就要到了 川普和习近平对这次会议都极为重视 川普甚至在暗示他志在必得 那我们今天就提前一个星期来猜测一下 这个会议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成效 昨天川普在他的海湖庄园度过了感恩节 在记者会上他说 对于下个星期G20峰会上 他和习近平的见面呢 他准备的非常充分 有多充分呢 他说自己一生都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 所谓的一生都在为这事做准备 又是一个很具有他个人风格的夸张说法 可能有朋友觉得川普又在满嘴跑火车了 他虽然肯定没有一生都在为这个会面做准备 但是最迟他在决定参选总统之前 肯定就已经做了准备了 也就是说他很长时间以来 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而且决定他一旦当上总统以后 中美关系就要加以修正 既然这个事情他思量已久 也就意味着到了这一天 他能够做的原则性让步 那个空间基本上是没有的 一生都在为此做准备 其实也是暗示着他志在必得 这么重要一个日子 他当然不会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就退却了 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在发出自己最强烈的声音 这种分裂也会影响到首脑峰会的结果 鹰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和贸易顾问纳瓦罗 他们主张对北京的态度应该更强硬 他们也不相信和中共能够达成什么有效的协议 这种协议能够得到遵守执行 11月20号星期二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那个 301调查报告的更新版 这个事情值得说一下 所谓的301调查就是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里的第301条 对和美国有贸易协定的那些外国进行调查 调查的内容就是他们是不是有歧视性的 不公正的伤害了美国企业的做法 目前和中国有关的 主要是围绕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 就是所谓的特别301条款 那在首脑峰会之前 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这个调查的更新版 它很明显就是在向美国总统建议和北京磋商的时候 你应该持何种态度 这个新版的报告包括概述部分呢 是分成六个部分 基本框架参照了上一份报告 它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结论了 就是三月份发表了第一版调查报告以后 这差不多90个月的时间 中共政府并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来回应 上一份报告提出的问题 不仅如此啊 而且一些严重伤害美国企业的行为还变本加厉了 首先就是网络窃密和攻击 三月份以后来自中国的 对美国公司政府的网络盗窃行为的频率是不降反增 而且网络攻击的复杂性还有所增加 从国土安全部到一些民间的网络安全公司 得出的判断都是这样 关于投资市场准入方面 这个新版的报告说 虽然2018年中国政府放宽了一些外国公司 它持有股权的比例 但是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这个事儿 仍在继续没有停 总之一句话总结吧 这份报告要说的就是问题要不然没有解决 要不然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他所建议总统采取的立场就可想而知了 在川普团队里面 比较鸽派的呀 是经济顾问库德洛 他是主张谈判 但是川普政府哪怕是最鸽派的鸽子 也比奥巴马政府里面最鹰派的鹰还要强硬 那剩下这最后一个星期 习近平川普就要见面了 习近平会有重大的退让呢 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大的 尽管中共有很多重大的决策 是在最后一分钟之前才做出的 但是呢前提得是 非常严重的损失已经发生 客观上他坚持现有的立场已经做不到了 而目前的状况呢 是还有一些时间性的因素 让那个损失的大头啊 那大部分还没有显现 像前几个月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加 那是因为大批的外贸企业在突击完成贸易量 争取在明年一月份关税加到25%之前呢 就先把订单做完 虽然美国已经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了10%的关税 但是中国可以通过让人民币贬值 把这部分损失给弥补回来 也许习近平的团队 他的经济团队已经给他提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假如在年底之前 中美不能够达成协议 不能够停战 明年会有多大的损失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中共是有一种性格 就是它已经习惯了危机的状态 反正啥时候都是危机 所以它也习惯了在加缝的时间差里面 去找解决办法 这是中共的一种非常稳定的行为模式 在加缝的时间差里面找办法 把危机爆发推迟 就是说离那个最严重的后果到来 不是还有几个月吗 他会努力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 采取一些零时性的应急手段 把危机缓和 然后利用争取来的时间 再去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 他一贯都是这么操作的 把危机给常态化 而不是真正去解决它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应对的思路呢 大体上也差不了 因此预计这次川习会一个比较大概率的后果 咱们就大胆的做一个猜测 就是中美发表一个比较粗略的框架性的声明 具体的办法还是扔给执行层面的官员去商讨解决 但即使是这样 川普对这个粗略的声明的要求 也会比以前更高 比如他会要求双方同意有可执行的时间表 而且要说明白根据可以评估的结果再来决定 要不要取消关税等等 那既然说这个贸易战 它并不容易想停就停 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就很关键了 第一个问题呢 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会提出来的 就算北京答应的好好的 说我会做到美国的一些要求 他确实也这么去做了 万一一两年之后川普不连任了 他可以马上反悔不认的 只要总统换了 他马上这边就可以反悔 你美国又能怎么样呢 第二个问题是 既然这个谈判很难避免成为马拉松 那争取来的时间各方会怎么利用 他会让这个局势缓和呢 还是会让他更加紧张 对于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万一北京以后又翻脸了怎么办 那美方要坚持的底线在哪呢 我想川普如果不想不他所说的 那几个很蠢的前任的后臣 不想变成奥巴马第二 克林顿第二 那他就必须要得到一个东西 就是要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 你可以在一些目标上让步 不一定要求马上达成所有的目标 有的是可以慢慢谈 把时间拖久一点 但是在你的任内 也就是剩下的两年时间内 你必须达成一些后果是不可逆转的 而所谓的保护知识产权 扩大开放零关税撤销行政壁垒等等 这些承诺都是可逆的 中共一分钟就能颠倒回来 那如何寻找一些不可逆的成果加以坚持和突破 这其实是考验这一届美国政府意志和智慧的地方 当然有朋友要问我 哪些后果是不可逆的 其实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我只能抽象的说 这就得改变中国社会 它资源分配的基本模式 你得造就一个新的资源循环的路径 培养出一批很稳定的利益团体 那么他想再走回头路就很难了 这就类似于你一旦取消户籍制度 就很难恢复是一样的 因为人们只要是能够享受到 没有户籍制度那个便利 你让他再回到户籍制度之下 他就死活不干了 如果要说我个人的希望 我是希望咱们这个油管频道的观看次数 早日突破15亿 像高晓松一样 平均每个中国人都看一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当然是热切的盼望着 中国的互联网自由这个领域能有所突破 长城防火墙能拆的最好 拆不了也给他找几个窟窿 那要达到怎样的成果才是不可逆的呢 其实这个门槛也是蛮高的 首先这个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呢 得实实在在发生一个大面积的转变 现在中国人好像是对个人尊严呢 比较迟钝 对伤害个人尊严的事情呢 不太关注 但是一说到一个抽象人格 什么国家尊严受到伤害 就特别敏感 特别激动 首先这个次序 我觉得要颠倒过来 个人尊严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呢 得超过对那个抽象人格的关注 发生这种转变以后呢 它还得能维持一段时间 得让人们实实在在看到 由于观念转变带来的生活的改变 而这个现实生活改变的好处又得足够大 大到人们愿意付出一定的行动 来坚守这个成果 当局要回头 倒行逆施才很难 那是不是有这种希望呢 说给互联网找几个窟窿 偶尔也有希望的火花闪现 像年初海南说要建自贸区 那就是当局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 它相当于要修一个样板房 修个橱窗起来 给世界看 我在兑现承诺扩大开放 就一度有传闻说 在这个自贸区不用翻墙就可以上网 然后这个传闻又改成 大约在今年五月份吧 又改成了 外国人不用翻墙可以上网 然后呢这个传闻就没了 这个火花闪两闪就没了 哪怕是只有外国人才能不翻墙上网 这种事情要真能做到啊 我还乐观其成 要全国有这样几个互联网特区 所谓的资讯特区 相当于就给这个长城防火墙 找几个窟窿 在这个窟窿透出的光线 照耀的地方 体现出了优越性 人们享有的自由幅度更大 能够参与公共生活 人们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好处 又愿意去守护它 那这对中国进步来讲 它还是有意义的嘛 但是呢 真做到这一步 也许中共政权自己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传闻的火花 闪两闪就没了 但最起码表明在体制内 还有人朝这个方向去想 目前呢 中共在资讯自由上啊 是处在逆行线 它最近呢 正在清查国内的推特用户 要求他们删除在推特上的发言 所以目前这个形势还是越收越紧的 表现出来是这样 那我们回到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上 如果不能够达成不可逆的后果 对美国来讲呢 什么协议都是浮云 随时都可以撕毁 但是如何制造这个不可逆的后果 其实也需要历史的机遇 你很难说 某个机遇现在就摆在你面前 你把火力集中在这一点上 就能够达成突破 它得在过程中去发现 像在互联网上能达成突破的话 我觉得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是一件好事 目前川普政府能做的 就是迫使中共做出一些承诺 然后呢 要求他把这些承诺变成具体的行动方案 然后他去观察实际的效果 在过程当中 他随时保持制裁的威胁 除此之外呢 也没有更多的手段 能不能产生出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去找 那上面讲的第二个问题是 争取来的时间 这些缓冲的时间是对谁有利 至少在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上呢 和美国摩擦的越久 那个国际环境对中共是越不利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中共自身的惯性造成的 几天前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 澳洲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 明显增加了 中共正在加紧窃取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这个事儿大家看不有点奇怪吗 中共现在的外交任务呢 是要分化美国的盟友啊 是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 你怎么还不停地刺到别的发达国家呢 你不是把澳洲这种国家 往川普的怀抱里推吗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啊 原因是中共的体制惯性造成的 就是所谓宏大的产业升级计划 高层不叫停 它执行上就不能够停 有再多现实情况的变化 再多阻碍 它也不能停 而美国那边安全壁垒加高以后 向中国的企业受到制裁 黑客间谍被诱谷起诉 出口的限制措施又在不断出台 那么要避免黑客活动 它激烈到刺激美国 推出更多的杀招 高层又没有说要放弃中国制造2025 那执行官员怎么办呢 他就只好东墙不挖挖西墙 东墙挖的少 我就从西墙挖的多 他就只好转向别的发达国家 加强对他们那里的黑客活动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在于系统的关键设置上 就是科技战略升级和产业战略升级 是政府主导的 又是以政治任务的方式来推动的 政治任务它就有这个特点 一是层层加码压力下移 二是缺少弹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习总说 中国要在2025年之前 成为制造业强国 李克强总理也这么说 那某位省委书记就说 我省要在2022年 就成为制造业强省 我的时间表呢 得比那个要早 因为省委书记 我不知道各个省 他完成目标的进度怎么样 万一别人都比我完成的早 我就成了拖后腿的 那我就会受到批评 我怎么保我的官呢 我怎么升官呢 所以我省的目标 一定要比2025要早 才能保证我的安全 所以我得把压力传递到我的下级官员那去 那同理某市的市委书记就会说 我是在2020年就要成为制造业强势 某县的县委书记就会说 我县在明年就要成为制造业强县 可是呢 这个科技升级产业升级 它不可能那么快嘛 这个科技成果不是说你去挤就能挤出来的 培养科学家不容易 产生科技成果不容易 但是呢培养一批黑客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快比较容易 所以万事就按容易的来 所以黑客活动就加强了 那么在中美知识产权摩擦这个事情上拖得越久 美国的安全壁垒加得越高 同时离那个2025的时间越近 那显然其他发达国家受到的黑客攻击 来自中国大陆的黑客攻击就会越来越多 它反而会推动这些发达国家抱团 所以这是贸易战所谓外溢 就是溢出的一个结果 它其实是对中共不利的 它是来自于这个体制的僵化 对川普来讲呢 当然中美贸易战拖延也会有一些不利因素 因为对投资界来讲 不确定都是不利的 这个贸易战什么时候结束 不知道 那股市一段时间可能会疲软 川普所许诺的繁荣的愿景 就会失去一些光亮的色彩 它的受支持度有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 但是美国那边受到的损失 它不是结构性的 总结今天的话题 我们猜测了一下G20峰会可能达到的成果 川普是表现出志在必得 说他一生都在为这事做准备 习近平虽然不像川普那么口无遮拦 无顾忌的表达 但是显然他也能意识到 这个事情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鉴于中共体制这种巨大的惯性 同时呢 那个川普团队内部又有很强的意见分歧 所以比较大的概率呢 就是下个星期两个人能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声明 但是谈判仍然是马拉松式的 然后我们就强调了不可逆这个概念 要知道朝核协议美国要达成的目标 就包括三大标准 永久 可核查 不可逆 这三个目标里面哪个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不可逆 唯有不可逆才能永久 其实中美贸易协议也是一个道理 关键是如何达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 金正恩和习近平比起川普来都有时间优势 他们没有任期的限制 所以对川普来讲 关键是如何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 一两年的时间内就达成一个不可逆的局面 在我看来呢 这其实是意味着一个更加激烈 更加全面的冲突 尽管现在看起来局面有所缓和 但是只要川普不放弃追求不可逆后果 这个动机 他就会倾向于去追求一个更加彻底的 明白无误的胜利 最后介绍一下 明天星期六 在我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 是金峰堂兄带来的漫谈中庸的第十集 自我认知和如何摆脱妄想 金峰堂兄提到一个观点 对我很有启发 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那些圣哲 你要说他没知识呢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呢 他确实不太有知识 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其实是很不准确的 他的知识量是很有限的 比如他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他们也不知道传染病的病因是细菌 可是你看他们所提出的生活哲学 在几千年当中 却能成为行之有效的原则 他基本上不出偏差 那么请问这种智慧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值得探讨 这方面的感想 我以后也会找机会来聊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在YouTube上面呢 我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